我叫東中坤寧 都是叫我英文名,我叫Melanie 我就是一個球迷 大家肉眼所見,一個猛亂球迷 還有一個多一層的關係 就是金錢的關係 因為我非常喜歡賭球 正所謂看不賭球 看來看來看來看吧 我第一場認真看了90分鐘的比賽 就是猛亂主場對戰利物浦 那時候,因為利物浦是讓球 讓球不像一球 竟然是萬聯入球 然後利物浦追回一球,一比一打 最後輸了500元 所以從此之後,我就開始喜歡看球和賭球 聽了萬聯三年 第一年歐巴四強出局 第二年決賽射12碼 又輸了,在決賽的時候的基亞射失了 第三年歐聯又有思朗,但也出了局 其實對萬聯的表現也不是很滿意的 但其實有時候在萬聯的比賽也很開心的 譬如上一個上上的賽季 經常都反級,作客王 其實他們不是真的踢得那麼差的 他們是踢得挺好的 所以萬聯是值得大家多多的支持 我覺得踢得足球的人 由於時差的問題 晚上都一定是留在家裡看球 最多是去酒吧和朋友看球 晚上就不會有其他 搞三、搞四的活動 所以都是偏,是很困難 看足球也是很困難 我一直覺得你喜歡什麼球匯 可以很顯示到你一個怎樣的人 首先我先說了我們萬聯的鄰居萬成 大家也知道他們有很龐大的金主 他們所有的問題都是用金錢去解決 就瘋狂、很貴地買人來解決 其實的確他們這幾季都挺好的 但他們的球迷會購買這套做法的人 所以他們都是一些比較裝備 以及用金錢解決問題的人 不會怎麼改善自己 所有事情都是用錢去解決 至於利物浦 我剛剛也說了 我開始看球是因為一個利迷 那場利物浦就大力獲我輸錢 所以我對利物浦一向都沒有太大的好感 我覺得他們的球迷的價值觀 和我本人有點不太合 因為我身邊喜歡利物浦的朋友 永遠在萬聯輸球的時候 都一定會寫我 譬如GoryGoryManUnited之類的來困難我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價值觀 是相當有問題的 我覺得車路士的球迷都是非常有火 看到他們的領導就知道 跟別人差點打架 就知道他們是一些很有好性心 和很有火的人 全部都是 至於我最愛 喜歡萬聯的男生 就不用說 一定是很難才會喜歡萬聯 因為首先第一 他們是念舊 他們會想回以前的歷史 第二 他們是一些不拘小節的人 就算球員犯了什麼錯 譬如福仔 譬如麥龜那些 他們都是不拘小節 選擇月亮 所以他們是一些風雲大量的人 還有他們專一 喜歡萬聯的人 通常都喜歡有幾十年 我所知道的 他們這麼多年都這麼專一 來說 有這三個規定的男生 還不是好男生 因為我頭兩年看萬聯 都是踢歐巴杯的 兩年其實都踢到很尾 就輸了 都很希望可以拿回小杯 拿回歐巴杯 萬聯 如果何時可以再拿英超 其實這是一個很深奧的問題 因為畢竟 重整一對球隊 是非常困難的 我覺得起碼 都要兩三年 這個體系 還有C朗其實 這個位置跟Buno 有點重疊了 我自己覺得 好像他們國家隊 都不是真的發揮得很好 所以可能 其實C朗的存在 雖然他回來的時候 我是穿著頭很開心 但是可能 在對球隊裡面 未必做到這麼好的Harmony 我覺得 培養成看球的習慣 首先你個人 比較晚睡一點 因為我看球之後 我都很晚睡 還有 單了NOW之外 也要單馬匯 就算少住也好 慘了 我是不是在哄別人賭錢 不過不要緊 少少住看看 當自己為那場球 增加的緊張感 還有 看看自己 預測是否正確 也是好玩的 因為我那時候 都是賭球 才開始看球 你會專注於90分鐘 但如果你沒有賭球 你可能中間就已經 鎖掉了 中場就已經可以分出了 但是怎樣可以 喜歡萬聯呢 今季 其實我不太推介 大家去看萬聯 不如去Youtube頻道 搜尋 Manchester United Highlight 看他們的官方Youtube 追看他們的歷史 可能你會覺得 萬聯以前都可以 以前蘇比竟然可以 絕殺 拿到歐聯反級 這些位置就好看 好 一起之前萬聯 遲些如果萬聯 可以拿到英超的話 我就會坐在路天巴士 跟大家一起喊 Ulighted Ulighted 這樣吧